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当她看到陆毅和美女一同出差工作时 内心依旧是有些不舒服 红豆说男人都不靠谱 谁能保证一辈子都深情呢 红豆说天底下能够经得住诱惑的男人太少了 惊吓竟觉得她说的有些道理 她觉得自己并非是小气的人 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是会觉得有些难受 而这个不舒服的点她迟迟无法化解 她想来想去 想要去找小姨取取经 或许小姨才能够感同身受地给她主意 玲玲看着惊吓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听着惊吓顾左右而言她 便知道她此次前来定是有事情想咨询 玲玲笑着看着惊吓 温柔地问道 怎么了 是和陆毅吵架了吗 没有 我俩怎么可能吵架呢 惊吓这才回过神来 专心地回答小姨的问题 没吵架那你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小姨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惊吓死死地盯着玲玲看 说吧 又遇见什么样的困惑了 玲玲笑着惊吓紧张兮兮的样子 不禁笑了笑 其实不用惊吓说 她大概也猜到了 定是和陆毅有关的 要不然 什么事情能够难倒 这个天生乐观的丫头呢 小姨赴工作的时候 身边总是会有很多美女 现在她又投资影视 身边又有很多漂亮的女明星 你心里会不舒服吗 会担心吗 会吃醋吗 惊吓看着玲玲 想要听一听小姨的看法 这个问题你之前便问过我 怎么突然间又问了呢 是陆毅身边出现其他女人了吗 她和别的女人暧昧了 玲玲没有立刻回答惊吓的问题 而是反问她 不是 她没有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只是 公司新招聘来一个董秘 天天和陆毅一起办公 两个人偶尝还要一起出差 我心里就有些不舒服 惊吓没有隐瞒玲玲 如实地回复道 这倒是不像你的性格了 玲玲轻轻笑了笑 小姨 你说我是不是很小心眼 我也觉得这不是我的性格 可是我感觉我控制不住我的内心呢 你呀 还是太小了 太在意路易了 玲玲看着惊吓矛盾的小样子 不禁笑了笑 她呀 终究还是小女孩的性子 小姨 你相信小姨父 能够经得住诱惑吗 我不相信 那你为何还如此信任她呢 信任 今夏 在婚姻之中 我们要用眼睛去看 用耳朵去听 用心去感受 男人的心会变 我们的感受也要随之而改变 他们若能始终如一 最好不过 若是不能 只能说缘分已尽 婚姻也是要讲究缘分的 玲玲看今夏 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 继续到 陆毅身边出现美女 你心里有些不舒服 可能也与陆毅有关 她的朋友 同事 合作伙伴 几乎都是男人 你从来没有过危机感 可是 突然间出现女性 还是漂亮能干的女性 便会让你觉得有些不安全了 是不是 惊吓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可能是这个原因 她身边几乎都没有异性 突然间出现这样能干的女性 确实让我有些吃味 其实 她漂亮不漂亮 我倒是不在意 因为陆毅不是喜欢美女的肤浅男人 我觉得 让我在意的是她很能干 工作能力强 我当年就是因为工作能力强 才让她刮目相看的 林林笑了笑 你要学会习惯 她今后工作上 还会遇见各种各样的能干的女同事 女合作伙伴 女顾客的 你总不能一直都闷闷不乐吧 其实 你换位思考一下 你身边就没有男同事 男性朋友吗 你和其他男人一同出国留学两年 她不也没有疑神疑鬼吗 所以 你要学会换位思考 你要学会适应 惊吓点了点头 你这样一说 我倒是心里舒服很多 也是 我身边也有很多男同事的 他从来都没有说什么 林林道 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 男人要是想要沾花惹草 你是防不住的 人生就这样长 若是在防备之中度过 那岂不是太悲哀了 惊吓撒娇地看着林林 彩虹屁吹了起来 小姨 你怎么凡事能看得如此通透呢 你简直就是我人生的偶像 你呀 还是太小了 等你再大些 你就会明白 好的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经营出来的 靠的是双方的自律 而不是防备 人生数十载 你防得了一时 防不了一世 嗯嗯 咦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我好像懂了 为何小姨夫那么离不开你 你呀 又懂了 不纠结了 惊吓摇了摇头 撒着娇 不纠结了 不纠结了 是我太一神一鬼了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幸好有小姨在 让我从庸人的队伍中逃了出来 你呀 就嘴甜 是不是又要回德国了 嗯 下周就要走了 时间过得真快 等你有了小孩后 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快 好好珍惜眼下的时光 好好学习 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 我会的 不会让小姨失望的 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和小姨喝着下午茶 聊着天 惊吓只觉得豁然开朗 整个人都精神爽朗起来